2021年是中国考古百年华旦,也是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霍威日前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 三星堆、金沙遗址不仅丰富、发展、完善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体系,它们所创造的代表日月崇拜等观念的黄金制品,也是中华民族对宇宙世界天地万物最朴实自然的表达。 作为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如今也正在进行。 霍威认为,在此次新发掘的六个祭祀坑中,三星堆的青铜器种类也更加丰富, 不仅包括过去从未发现的大行顶尊贵族人像,造型复杂的青铜神坛、神兽,还有刻有神术树叶树枝的玉丛等, 这些器物极大丰富了三星堆祭祀场景,在解答一些谜题的同时,也提出了更多代解之谜。 从目前三星堆这几个祭祀坑里面出土了大量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文物。 六个祭祀坑的发现,我觉得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待解读的秘密,代解之谜吧。 首先呢,我们要回答,这六个坑是一次形成的,还是多次祭祀留下来的痕迹? 它们的功能有哪些不同?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这些祭祀坑有没有相对应的主群关系? 第三个问题呢,这六个祭祀坑跟过去发现的一二号坑是什么样的关系? 它对于一二号坑有什么样的重要的补充? 还有一个最大的悬迷呢就在于,发掘到最后,我们能不能够期待从当中发现文字。 同时,三星堆六个新祭祀坑的开启也让金沙遗址成为焦点。 在霍威看来,作为三星堆文明的延续和发展,金沙遗址具有许多与三星堆文明相同的文化因素。 霍威介绍,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曾出土过文样高度相似的器物,足以表明这是来自三星堆和金沙最高等级人群之间的某种原始信息。 金沙遗址呢,很明显,是三星堆文化的持续和发展。 金沙有很多跟三星堆相似的文化现象。 比方说,他们出土了基本相同的黄金面具,也有大量的用于祭祀的象牙堆积。 尽管金沙出土的小铜人像只有一件, 但是那件铜人像的基本的造型跟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铜像群,应该说还是相似的。 最奇特的就是,三星堆那件金杖上面一组神秘的图案和金沙那个金带上面的神秘图案, 基本上是相同的。 表明他们之间是在高等级的贵族之间,权贵之间进行的一种信息传递。 这种信息传递呢,一定有它深刻的寓意。 这也是把金沙和三星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 据悉,目前,三星堆遗址正联合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霍威认为,太阳神鸟代表了古属鲜民极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是同时其水平最高的代表性器物。 而三星堆与金沙之间可以说是一个前后联系的整体, 这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很有优势。 世界文化遗产,首先呢,它是要能够充分地体现 这个遗产地出土的文物所能展现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性。 它的艺术创造力,它的非常夸张的这种想象力, 还有非常精美地制作这样的一些工艺上的能力。 这些都是三星堆与金沙所具备的。 而这一点恰恰弥补了过去,我们过去的发现的一些青铜文化当中所缺少的因素。 我认为它是极大的丰富发展,完善了中国古代的青铜文明体系, 使得这个璀璨的中华文明立于世界文明之灵, 有了非常坚实的文化基础。 这也是我认为他们申报文化遗产地很重要的依据。 我们下期待会派的文明体系, 我们下期待会派的资产相关高的公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